阿赖耶每一个项分 极其微小的项分 佛经里面讲叫极微色 现在科学家发现 佛告诉我 极其微小的这个物质单位 它不能再分裂了 它再也分裂了就没有了 这个物质现象就没有了 科学家今天发现 搞清楚了 科学家叫这个小物质 叫做微种子 微种子多大呢 科学家告诉我们 极其一百亿个微种子 一百亿个 把它聚集在一起 它的体积等于一个电子 原子里面 原子打破之后发现 原子里头有电子 有中子 有原子核 那就是原子里面的一个一粒电子 一颗电子 一颗电子的体积 是微中子的一百亿倍 这么小 我们看不到原子 我们看不到原子 那应该可以说 为此 这个原子 佛经上讲的微臣 应该是这个东西 佛说 阿罗汉的天也能看清 阿罗汉以下 阿那汉 看不到 要震到阿罗汉国 才能看到 那这是极为之为乐 那这种极为色呢 很不单纯 虽然那么小 它有见闻觉知 它有受想行识 就是佛家讲的五蕴 心经 同学们念得很熟 心经上说 观世音菩萨 那观世在菩萨 心身般若 般若美多世 照见五蕴皆空 这个五蕴 就是直 极为色 那整个宇宙 是它组成的 金刚星上讲的 一荷像 聚合起来 全宇宙 都是这一个 极为之为 举其 变现出来的 所以 整个宇宙 是同一个体现 就是 极为色 那么极为色 每一个极为色 都有 受想行识 这就五蕴 色受想行识 色受想行识 不能分架 是一不是二 分不开的 所以 科学家发现这个 才知道 科学在地球上 发展四百年 犯了一个最大的错误 就是把它分架了 科学把它分成 物理跟心理 物质现象 这物理 受想行识 是属于心理 把它分开了 跟佛不一样 佛没有分开 佛说它是一不是二 那么这个不能分 是什么现象呢 凡所有的物质 都有 见闻觉知 这再小的物质 小的不能再小了 极为色 它有感受 它有受 它有想 它有行 行就是 生灭继续不断 前年灭 后年就生了 它不会中断 这个现象叫行 最后叫识 识 是本识 也就是 它的字体 我们通常讲的时候 记忆 记忆就是阿赖耶 能够记得过去 能够想象未来 这都是阿赖耶识 所起的作用 科学 将整个宇宙 分成 三大类 佛法 也把它分成三大类 名字不相同 意思 是一样的 物质现象 这是第一类 佛经里面叫 金戒相 阿赖耶的金戒相 念头 那念头 奇心动念 就是 受想行识 受想行识 科学把它称为信息 我们一般人家 我们一般人家念头 心理现象 那另外一类是能量 自然现象 分之三类 那佛法呢 讲夜相 就是能量 转向 就是心理现象 那所以啊 名词不一样 意思都相同 这是 科学跟哲学家 所谓的 宇宙的奥秘 现在科学 科学说是 进步的相当客观 这三个宇宙奥秘 第一个被揭穿了 物质被揭穿了 那么精神这个层面呢 涉及到了 还没讲清楚 佛经上讲清楚 比科学报告 讲的还清楚 那是佛经 不简单 我有理由相信 科学不断的进步 三十年之后 他可能把这三细像 统统搞清楚 这是了不起的成就 但是 科学是用数学 是用仪器观察 发现 佛法不是的 佛法没有这样 没有数学 也没有仪器 佛法用什么 用禅定 完全用禅定功夫 到甚深深的禅定 像华言 华言把禅定 说52个层次 一个比一个深 那么能看到宇宝 的这种 这种三种现象 这种三种现象 是在什么层次呢 经上 常常讲 八地 以上 那我们就有个概念了 这52个阶级 前面五十一都称菩萨 最后一个称佛 那总共52个阶级 那么从初心为起 它分为 是信 是住 是行 是回向 是地 这五十个 上面有等觉 等觉上面有妙觉 妙觉是佛 等觉还是菩萨 菩萨最高的位置 是等觉 那么八地 是顶阶 第五个位置 八地 九地 十地 等觉 妙觉 好像我们盖大楼 52层大楼 最上面的五层 他们统统知道 它是从禅定里修的 跟科学家不一样 科学家发现了 说的也没错 但是不得受用 佛法得受用 佛法在这个大定 上面的时候 生灭心 这个生灭的现象 没有了 就是轮回 这种现象没有了 摄法界也没有了 他的五六种神通 而且这六种神通 非常不可思议 我们无法想象 那么科学家 虽然发现 没有神通 佛法是正在的时候 神通受用 通通显起 这不一样 佛法了解是真的 他们虽然看到了 还跟一次 所以我们有理由相信 三十年之后 佛教不叫宗教了 是什么呢 高等科学 高等哲学 阿 祢 陀 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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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